德国政府星期二发布2023年度情报评估报告 强调德国面临俄罗斯等国家的间谍活动 以及国内极右翼势力的威胁增加 德国内政部长费泽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尽管自俄乌战事爆发以来 德国已经驱逐大批俄罗斯的外交官 但俄罗斯的情报机构斥巨资加强在德国招募间谍 通过散布虚假信息的手段 在德国煽动社会仇恨 策划破坏行动监视以及破坏反俄人士 图谋削弱德国军事支持乌克兰 同时随着近期德国的极右翼选择党支持率激增 联邦宪法保护局局长哈尔登旺强调 德国面临的极右翼威胁加剧 报告显示极右翼犯罪事件去年增加超过22% 来到25660宗 同时极左翼犯罪活动也居高不下